大家好 很多花友买这个百合花回来 等这个花开完之后 直接就枯萎 直接就拿去掉掉了 其实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百合花开完花之后 又能快速的第二次开花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在开花这段之间 我们一定要给它补肥 因为百合花开花消耗大量的营养 如果这个时候不补肥的话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球根 很快营养就被耗尽 导致开完花就全部枯萎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给它补肥 最好是使用这种球根植物型的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是针对这种球根类的植物 像这种百合花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千的比例 对水每次等到这个土养干透了 再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再开花这段时间 里面这个球根养分就不容易耗尽 等它开完花之后 我们再给它做适当的处理 就能让它很快的二次开花 那么当它开完花之后 一般顶端的这些叶片枝条都会枯萎 那么等到它枯萎到底下的时候 直接将它剪掉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平时给它施肥多了 球根会比较发达 很快它就会长一些新芽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很快就二次开花 所以我们在这个百合花开花期 用对了肥 它二次开花就快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